相信是一個沒有爭議的人選 李卓人亦有同樣的情況 因為李卓人對我們民主黨來說 是一個很長期的戰友 因此如果李卓人最後 亦都能夠選擇九龍西的補選出選的話 兩個人經過協調之下 是做九龍西出選的代表的話 我也覺得李卓人是另一個 是沒有爭議的人選來的 對於一個一對一的對決 沒有爭議是會很有利和有效 去推動整個選舉的準備和部署的工作 因此我對於兩位可能的候選人 民主黨我都很相信 我們一定是會全力支持 他的選舉的工程的推展 至於選舉工程的推展是會怎樣呢 當然要交給確實了的候選人 或者是真的準備出選的朋友 去提供他的一個選舉的策略 和那個部署和我們有個協作的時間 盡量做好那個安排的 在這個階段裏面 我相信我們只要是看得到 究竟九龍西的補選 真正代表民主派的候選代表 是哪一位的時間 我們自然會有相應的配合的工作 好囉 OK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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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能看一眼